224 人民日報海外版《伊核協議》實現三贏 2015年7月15日頭版01沈丁立沈丁立經過近十年的艱苦談判 關於伊朗核問題的6加1回談終於達成了歷史性協議 這是難得的三贏,談判的雙方都贏,國際社會也贏 伊朗發展核能有地緣戰略的背景 由於中東地區個別國家事實上已經取得核武能力 這一地區的戰略平衡早已偏移 包括伊朗在內的一些國家段族有過發展核能力的念想甚至行動 伊朗先前的國王考慮過多種核選擇 今日伊朗也不乏關於核威式的戰略思考 因此,當伊朗發展秘密核計劃的消息於2002年首次傳出 國際社會要求伊朗接受核查並與以澄清的要求就不絕 於伊朗幾經推毀還是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核查 但始終未踏國際原子能機構所要求的透徹程度 因此,聯合國看理會幾度出場 對伊朗不予充分合作的行為予以制裁 美國和歐盟更是以能源以及金融制裁為威脅 並對其他繼續與伊朗開展相關經貿聯繫的國家進行連帶制裁 即便如此,伊朗仍未屈服在伊核問題日陷僵局之時 軍事制裁顯然不是解決伊朗核問題的選擇 不僅美國已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兩場戰爭嚴重牽制 而且對伊朗動武也不會阻止伊朗核計劃前行 只會造成中東地區更為嚴重的動盪 因此尋求妥協,取得各方利益的最大交集 就是關於合作解決伊核問題的政治目標 根據目前透露的伊核問題全面協議 伊朗承諾在未來十年大幅削減其自主核燃料循環能力 減少核材料生產 伊朗不僅將顯著減少油濃縮 並且保證不尋求 S發展 伊朗還承諾擴大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合作 允許對其進行更為嚴密的保障 伊朗因此獲得有限發展民用核能的權利 而非像潮核問題那樣美國堅持不允許朝鮮有任何民用核能力 以防後者以民用計劃掩護軍用核計劃 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這場關於伊核問題的談判中並未實現最高目標 伊朗完全放棄油濃縮甚至放棄民用發電 美國國內反對派的最大擔心是 十年後伊朗將結束目前所受到的核限制 而可能擴大油濃縮甚至S生產 從而伊核問題將復活升溫 這種理論假設並非絕無可能 但如果美國為了追求對它更為理想的結果而拒絕相互妥協 伊核問題即刻升級為新版的潮核問題也不是沒有可能 那可視美國更難對付的前景、外交 就是關於妥協的藝術 各個相關利益方審時度勢 互量互解、交換利益 尋求體系利益的最大化 這是階段性解決伊核問題的名字之舉 十多年來 伊朗核談判的其他六方都付出了重大努力 我國堅持伊核問題的政治解決 主張各方相互尊重 尋求利益平衡 多次為突破談判僵局造出了顯著貢獻 伊核問題全面協議有個十年框架 這為中東和平爭取到寶貴時間 為使伊核問題不再復發 各方還有許多基礎工作要做 不僅中東無核武器快議題要擺上桌面 中東各方的正當生存與發展權利都應得到普遍尊重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國際核政治 與我國國家安全研究的成果 與我們有資金重大學地學員 兩次五位再次提供